剛剛我們用的這種方法是比較隨性的 所以比較隨性就是我這一集要上什麼 是不是個別的再加進來 這種方式它有一個小缺點 有什麼小缺點? 也就是說我今天如果萬一我的教材有更新 比如說這個網址錯了 或者是這個教材內容有不一樣 這個時候呢你就必須要來一個一個改 一個一個改 那今天如果我的事已經在我們所謂的課程面先做好了 那不管我有幾個群組有用到這個教材 我只要在課程一更新 我的教材一更新 全部的都會一起更新 這是在OneNote面標準的方法 所以你看我在這邊先儲存一下 好我先儲存一下 你看如果我在這裡已經有 我已經有一些很多課程了 那我就從這邊 我們剛剛是用這個 現在用這個 有沒有選取單元 這個就是你可以選取公開的自己的課程 也可以去選取你訂閱的課程 什麼叫訂閱的課程 如果你在這邊 我們發現不是可以看別人的課程嗎 如果覺得這個課程好像還蠻有趣的喔 我就點一下 右上角這裡就可以訂閱 有沒有看到可以訂閱 我訂閱了它 雖然是別人的教材 我就可以拿到我的群組裡面來使用 或者拿到我的課程裡面等於有點複製過來 哪來用 這樣你了解了嗎 這是訂閱別人的 別人做的也是我們的教材嘛 所以你看我在這邊 有沒有 這叫訂閱的課程 那如果是你自己做的就是這個 甚至你也可以從什麼 別的群組 就別的班級拿過來也可以喔 比如說這個班級我已經建好了 那我就把別的班級的事情拿過來 這樣也可以 那我先用建立的課程看 所以我裡面有沒有很多 對不對 有很多 比如說我有歷史教學影片 我整理好了嗎 按下去 我今天要上這個課程 我就勾一下 有沒有三段影片都勾好了 就勾好了 我就可以 你就加進來 那這邊他會問你一件事情 你要複製還是引用 兩個有什麼差別 差一點點 你如果是用所謂的引用的話呢 代表的 比如說我原本 我們剛在設定教材之後 不是可以規定說他要看多久的時間嗎 才算完成任務有沒有 這個就跟你當初創作的跟他一致的 那如果你要改 比如說這個班級進度比較快一點 或者是我覺得這個班級我要求比較嚴格一點 他看多一點 另外班級可能看少一點 那你就可以用複製 這樣你就可以自己編輯 那個條件 這樣你了解意思了 所以 當然如果你是用這種方式的 更新的時候 就沒辦法同步更新了 也就是說比如說我的教材有改變 那你就必須要自己再回來這邊更新 如果你是引用的方式 引用的就等於說 我是借用你的 所以我不是真正有一份 所以你改變 我就跟著改變 那如果是複製是真的 你就複製一個 一份你自己專屬的 你的條件跟別人不一樣了 那所以當然 個人造業個人單 哈哈哈哈 那你這個意思齁 所以你自己有改過了 所以當然 我就不能幫你直接再修改 所以一般如果是標準的 課程的檔案 我就會用這種引用的 你看我按下去 有沒有發現我後面沒有這個編輯的 有沒有注意到 這三個只能移除 對不對 如果是自己的 是不是就會變這樣 所以你複製了 也會有產生這個 你就可以自己去調整說 我的過關條件 那個是什麼 這樣清楚了齁 像這樣子呢 我這樣儲存起來 如果以後我的這個教材 比如說我發現這個教材 我現在又有新的 我覺得做得比較好 我就更新 在課程這邊更新 這邊就會同步改變 這樣了解它的概念了 所以知道這樣的話 我們就回頭來這邊 到課程裡面 我們剛剛不是在群組嗎 我們現在來課程這邊 來一起做看看 好你見到課程這邊 一樣我課程比較多一點 我有訂閱很多人家 有沒有 右手邊這裡可以看到 那你有沒有一樣可以有建立 假設你建立自己的 我就從這邊 好就按建立 好一進來呢 一樣有沒有一樣有一個這個圖 有一個這個圖 你可以自己來這邊設定一下 可以設定一下那個圖片 那當然 要不要公開 待會後面可以設定 好 這樣有了 那最重要就是要我所謂的主題 這個 主題就有點類似我們資料夾的概念 所以我今天 增加一個主題 好這是主題1 好增加一個主題2 排序你可以自己調整 好那這個主題裡面我可能有 有沒有單元 這樣一進來 有沒有覺得又開始熟悉了 其實都是一模一樣對不對 那如果呢 你要比較快一點的 我們不是有那個影片嗎 在這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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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像我們剛剛外面這邊 這裡 這邊 如果你在這邊 有很多那種清單式的 像這個是很多的音樂 有沒有 我點進去 我就直接告訴他 我要看這些音樂 好像沒有 哦 這裡有合集 有有有 這裡有 把它複製起來 這個時候 我加進去 就不一樣 在這裡 這邊 有沒有來自播放清單 這樣就比較快 50條 有沒有全部都在這裡了 自己決定要拿幾條 我不要那麼多 我就加3個 這樣是不是就好了 就可以加進來 4個就進來 這樣也會比較快一點 如果你單一個當然也可以 那我們在課程這邊 基本上你可以使用的 都跟剛剛是一樣的 都跟剛剛是一樣的 但是呢 有一個不同的是什麼 你如果是影片 你在課程裡面 欸 可以出題目 有沒有發現我們剛剛群組裡面不行 群組裡面沒有這個功能 但是在課程裡面就有 出題目的功能 所以如果你把你的影片的網址 因為這個是單一個 所以假設這樣子 一個 把它複製起來 我就來這裡 貼進去 有沒有這樣就抓到了 對不對 那你的起細點以外 就是可以增加題目 可以增加題目 那我按儲存 這樣是不是就OK了 記得 最後一定要發佈喔 欸 發佈之後 你看我把它發佈 我這就不要公開了 就不要公開 所以它的課程 要不要公開 是在發佈的時候才設定 跟我們剛剛群組有點不同 現在我回到群組裡面喔 你來看我們剛剛那個 這裡 任務 編輯 我從這邊選取 我自己建立的 找一下我們鳳山的 沒有啊 好 最下面 在這邊 有沒有可以選啊 這樣你了解 假設我選這個加進來 是一樣 就這樣子 儲存 那以後呢 如果我那邊有變了 這邊就會跟著改變 這樣你了解 那概念 所以 一般比較標準的方法 我們在玩到裡面 會先見課程 再加到群組這邊 那如果你要用剛剛群組裡面 比較隨性的方式 就是直接從這邊增加 這樣當然也可以 那就看您的選擇 這樣子 OK 來把畫面還給您喔